各位朋友大家好,在2017年的時候 在北京曾經發生過一件令人神共憤的事件 就是驅趕低端人口的事件 那個時候北京市政府在書記蔡奇的領導下 調動了大批的警力 把兩三百萬的低收入階層的人群驅趕出北京城 只用了很短的時間,有一些人是外來的務工者 有一些是在北京做小商販的、開小商鋪的 這些小商人,蔡奇領導著北京市政府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要求他們全部離開北京 那些警察就強行的進入他們的住宅 進入他們的商鋪,把他們的東西扔到大街上 那個時候正值天寒地凍的時節 所以那個景象令人非常非常的痛心 非常非常的氣憤,現在這個驅趕低端人口的任務 我估計蔡奇他們是基本完成了 所以現在他們又向中、下等收入的這些人群開始下手了 向北京本地的中、下層的居民開始下手了 好,在前幾天北京昌平的有一個社區叫做香唐文化新村 他們的居民就接到了一個通知 說是15天之內搬出這個小區 然後政府要對那個地區進行強拆 這個香唐文化新村一共有3600多戶人 大概有上萬人的居民,接到這個消息之後 當然大家是義憤填膺 這兩天就有幾千人到昌平區政府門口去進行抗議示威 但是我估計這麼抗議示威、這麼維權 可能效果不是太好,很難達到維權的目的 從過去北京市政府他們驅趕低端人口 這個很近,這個雷厲風行的作風看起來 僅僅幾千人去抗議,那是起不到作用的 那這次強拆的一個對象,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些業主都是所謂的小產權房的業主 什麼叫小產權房呢? 就是在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上蓋起來的這些房屋 在興建過程當中,他們沒有經過土地管理局的 轉讓土地使用權的這種許可 也沒有交納土地轉讓金 但是他們就把整個小區給建起來了 這是由當地的鄉鎮一級的政府跟他們一起來合作 一起鼓勵他們來建的 所以最後鄉鎮一級的政府就給這些小區這些房屋 發放了產權證書 但是這個產權證書得不到區縣一級的 得不到省市一級的,得不到中央一級的 這些政府的認可,也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所以說這些買家,這些小產權房的買家 他們拿到了鄉鎮政府發的這個產權證書之後 實際上他們拿到的是一紙空文 根本是沒有任何保障的 拿到這個證書之後 他們實際上就變成了任人宰割的對象 比如說前一段時間國土管理局就發布了一個文件 一個規定叫做關於農村集體徒弟 確權登記發證的若干意見 根據這個意見呢,任何一級的政府 都可以對這些小產權房進行罰沒、罰款、沒收 還有強拆,而在這個罰沒和強拆的這個時候 可以不給這些居民、這些業主任何補償 也可以根據當地的情況酌情的給予、少量的補償 比如說這次鄉潭文化新村的居民 他們每個人就由當地的政府給他們每平方米 一千塊錢的補償,但是這個補償實際上是杯水車薪 還不到他們買房價錢的十分之一 所以當地的居民依然是會承受巨大的經濟上的損失 大家不要以為呀,這個鄉潭文化新村的居民 在全國是一個獨特的群體,不是的 這個小產權房在中國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一種現象 按照國土管理局的統計數據 在全國一共有十幾億平方米的房屋是屬於小產權房 這個數據可能還是不夠準確的 因為很多小產權房它並沒有報給國家土地局去備案 根據一些經濟學家和經濟機構的 他們的這個估算在全國小產平房一共達到了66億平方米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數字 如果從金錢角度來算的話,即使是一平方米只有一萬塊錢 那麼這也是涉及到66萬億金額的財富 如果是只有5000塊錢一平方米 這也涉及到33萬億金額的財富 所以說這是一個龐大的財富 同時也涉及到很多的人群 如果是按照每個人住房30平方米算的話 66億平方米那就是涉及到將近兩億人 涉及到兩億人的私有財產權 而這一部分財產權是沒有得到任何法律的保護的 當然誰去侵犯他們呢?其他的階層、其他的團體 是沒辦法侵犯他們的,只有一個機構會侵犯他們 這就是政府,各級政府都可以隨時剝奪這一部分人 這兩億人的這幾十萬億財產的財產所有權 所以這在中國是一個非常巨大的一個陷阱 這是中國各級政府聯合起來布置的一個巨大的騙局 你普通老百姓買房花這麼多錢買房 當然是因為這個裡面的財產所有權是得到保障的 而且你也得到了相一級政府、正義級政府給你們發放的產權證書 而相一級、正義級的政府他們也是代表國家的 也是代表整個政府的 你不能夠因為說他們的級別比較低就不代表政府了 上一級政府隨時就可以來否決他們的決定 那即使是你上一級政府否決他們的決定 那最後承擔責任的不應當是這些普通老百姓 不應當是這些付了錢的、付出了巨大金錢的 這些普通老百姓 你應當是由相一級、正義級的政府來補償這些所有的金錢 然後來拆掉這些房子 所以說現在是鄉政府給挖了一個陷阱 然後把人推進去了 由上一級的政府來把這些人給活埋了 現在就是這麼一個局面 而涉及到的人數如此之多、金額如此之大 所以我相信這件事情在中國絕對不會善了 這件事情有巨大的運作的空間 但是我們一定要想好辦法、想好對策 當初很多人買這種小產權房 而不去買那個正規商品房,那是有原因的 第一個是正規的商品房特別的貴 尤其是在那些一、二、三線的這些大中城市 那是特別的貴,普通人根本負擔不起 比如說在北京、上海、深圳這些地方 一個中等收入的勞動者 你不吃不喝200年也買不起一套房子 那麼怎麼辦呢? 大家就向郊區去找房子、就向農村去找房子 而這些地方他的房地產 他又是受到了諸多的限制的沒有那麼多的商品房 所以說他們只能夠按照自己的支付的能力 去買這些小產權房 他們買的時候還有一個願望、還有一個盼望 就是說這麼多人一起買這種房子 你這個政府你再壞、再大膽子 也不敢同時對幾千萬上億的人 一起動手撥奪他們的財產吧 把他們趕到街上去住嘛 這個想法實際上是太天真的、太低谷 我們的政府了,我們的政府什麼樣的壞事都敢做 什麼樣怎麼樣大的壞事他們都敢做 所以現在就真的就發生了 當然了他們也是非常的狡猾的 他不會說在全國同時對上一人一起下手 不會一下子就剝奪了這幾十萬億的財富 他們是一點一點的來 就像一個非常聰明的農夫 當他割韭菜的時候 他不是說把整片的韭菜一起割掉 他是一片一片的割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這個韭菜不要以為 現在鐮刀還沒有割到你身上 你就可以幸災樂禍就可以冷眼旁觀 對其他韭菜所遭受的命運 你就可以無賭無視 不是的,韭菜只要你是韭菜 最後鐮刀一定會駕臨到你的頭上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意識到這樣一個道理 現在蒼平香唐文化新村的居民 他們被割了韭菜了 現在他們遭到厄運了 這不僅僅是他們的厄運 這是我們所有的小產權業主的厄運 這甚至是我們全國老百姓的厄運 這一次即使是我們沒有小產權房的這種顧慮 但是我們也有其他的方面可以被割韭菜的 我們可以在股市上面被割韭菜 我們可以在這個P2P上面被割韭菜 我們可以在各種各樣的金融投資上面被割韭菜 我們其他的這個房產權利也不是完全的房產權 我們只有70年的期限 這個時候我們大家一定要意識到 這是所有人現在都面臨著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 我們所有人的財產現在都面臨著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 那一個小區的這些小產權房的業主維權 那是起不到作用的 最後一定是被他們拖垮 一定是被他們拿糊弄過去 甚至一定被他們鎮壓怎麼辦呢? 只有更多的小產權房的業主聯繫起來 大家擴大行動的規模 就會增強行動的力量 有了這個力量我們維權才能成功 比如說在昌平如果出現了10萬小產權房的業主 一起來進行抗議 大家想一想昌平區政府他能夠扛得住嗎? 當然扛不住 如果在北京出現了100萬小產權房的業主 一起上街抗議 北京市政府他敢胡作非為嗎?當然不敢 現在在北京小產權房就有非常多 尤其在昌平和通州這兩個區非常的多 加起來人數可能不止100萬 大家事實後聯繫起來了 現在在全國有這麼幾千萬上億的人 大家事實後聯繫起來了 怎麼樣聯繫起來呢? 首先就要通過互聯網的社交媒體聯繫起來 現在大家都用微信,微信當然是很方便 但是微信有個弊端 就是你的這個信息特別容易被跟蹤 特別容易被監控 那麼監控了之後這些人員 這些積極的組織者、串聯者 就會被他們定位,就會被他們重點打擊 所以用微信聯絡風險非常的大 我不是說完全不可以,風險非常大 特別容易被他們破解 現在有一個通訊軟件要跟大家推薦 就是電報叫Telegram 這是一個全世界上億人在用的一個通訊軟件 尤其是各國的這些抗議者、這些維權者 現在在用的一個軟件,這個軟件它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它是可以保密使用者的身份 你上去登記不用你的電話號碼 不用你的電子郵件,你可以把它隱藏下來 其他的任何人都看不見 無論是美國的FBI、CIA 還是俄國的克格勃 他們都破解不了Telegram的通訊 所以說非常安全的,當然中國的公安也破解不了 所以用這個就保證了大家可以隱藏自己的身份 隱藏了自己的身份之後就可以暢所欲言 第二個特徵,電報是可以組群的 這個組群可以組到無限大 好像上限現在已經達到了100萬還是1000萬這麼多 當然我們不需要組這麼大的群 這麼大的群沒辦法通訊了 一般的組就是組個幾千人、上萬人的群 這就已經很好了,大家在群裡面發表觀點 互相爭論,然後形成共識 尤其是形成關於行動的共識 幾月幾號什麼地點,大家一起上街維權 這個共識形成了,那力量就非常大了 形成了共識之後,大家要再找一個地方 來發布這個消息,一發布這個消息 所有的人都能夠看得見,怎麼樣發布消息呢? 就是要通過電報來建立一個頻道 收聽這個頻道,訂閱這個頻道的人 都可以看見這個消息 這個頻道只發消息,不在裡面進行具體的溝通 所以這個頻道也是一個宣傳動員的 一個非常厲害的工具 把電報的這三個它的優點全部都利用起來 那麼我們全國無論是有多少業主 我們都可以輕輕鬆鬆聯繫起來 我們每一個小區的業主可以通過電報聯繫成一個群 我們一個區一個縣的業主可以通過這個電報 組成一個中等的群 我們全省的全市的這些業主可以通過電報組成一個大群 甚至我們全國的這些業主可以通過頻道 收聽這個頻道來得到關於小產權這個業主 維權的這種信息,這種行動的信息 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一起出動 在全國一起出動 我們的力量就足夠達到改變它的這個制度 足夠達到扭轉我們現在被當作韭菜任人宰割的這種局面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希望現在全國的這些有志於幫助大家維權的這些制式 這些社會活動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一定會成功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次再見!